今天要介绍的是Python的字典 Dictionary Dictionary 它是一种mapping Dictionary 跟list很类似 list它的index是整数 而且是从0开始 Dictionary 它有index 可是它的index它可以是所有的资料型别 几乎有一些部分比较特殊的资料型别 它没有办法当index 它可以有很多不只是整数的index Dictionary它的index称为key 那key所mapping对应的元素值成为value 所以Dictionary它就是有很多的key跟很多的value所组成的 所以Dictionary包含collection of keys跟collection of value 它的元素是许多key跟value的这样的一个配对 key它没有顺序 为什么?因为key它是不同的资料型别 所以不同的资料型别没办法排序 所以Dictionary它没有办法排序 里面有key1,key2,key3,key4,key5 每一个key它会对应一个value value1,value2,value3 Dictionary它是一个mapping 就好像要建构一个字典 就是字典是英文对应到西班牙文 英文的1,2,3 对应到1是对应到西班牙文是uno 2对应到西班牙文是dos 3对应到西班牙文是tres 这是一种对应 就好像字典 从英文要对应到西班牙文这样的一个mapping 要建构一个dictionary 可以使用几种方式 第一个是用dict这个function来建构 如果你使用空白的大括号 这个是一个空的dictionary eng to sp 这是这个 英文对应到西班牙文的字典一开始 它是空的字典 字典它的key有这三个mapping 1,2,3 key是写在中括号里面 当成是一个index 这个是one one这个index它对应到uno 这时候就建立了一个key跟value的pair 印出这个字典 它就会把第一个key跟value对应 印出来 它是用大括号刮起来 中间用冒号做成一个对应 直接去建构一个dictionary one冒号对应到uno 再来是要分开不同的元素逗号 用逗号分开 那每一个对应 每一个对应都写出来 你要印出来的时候 它输出的格式是跟你建构输出的格式是一样的 可以个别印出它的value 比如说印出to这个value 那它是dos 如果你印出的这个key是没有存在的话 它会有一个key arrow的错误讯息出现 所以你这个for它不是一个key dictionary它有几个基本的function 一个是计算长度 这个eng to sp 它有三个pair 你用len计算它的长度 是三 因为它有三个key value的pair 使用in来判断 key有没有存在这个dictionary里面 to有存在dictionary里面 所以是true dos它是value 它不是key 所以用in呢 它是判断key有没有存在 那是没有 因为它是value 所以是false 要找出key的所有values 用values这个function 就可以把key的所有的value都找出来 dos它其实是在value里面 所以这时候呢 它印出来的是true dictionary它可以计算a到g这样一个字串 也就是一个句子 它每一个字元出现的频率 就是history 直方图 要计算history 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你可以设定26个变数 就是a到g 那针对一个句子 或一个字串去寻访 一一的去判断这26个 它们出现的频率 另外就是设定一个list 这个list里面有26个元素 是a到g 一样你去寻访自串 看看它有没有在list里面 在list里面的哪一个 你就可以分别去计算它出现的频率 第三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是使用dictionary来寻访自串 当这个字串 你一个一个去寻访的时候 可以把它存在dictionary里面 怎么存呢 如果dictionary的key没有出现的字元 那你就把它设定成key 这时候因为它没有出现 你第一次出现 所以value设定为1 那如果说它已经出现在dictionary里面的key 那你就可以针对这个key设定它 你取出它原本的value 那再把它的value加1 这样就可以用dictionary来记录history 看右边的程式第一行 它是function的定义 第二行是造出空的字典 第三行是针对这个字串 一个一个去寻访 如果它这个字元没有出现在字典里面的key 那就把key加进来 把它的值设定为1 否则的话 你就把它的值加1 最后把这个字典回存回去 使用h-e-l-l-o-o-k 这个字串来计算h-e-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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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的脂肪图的功能 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key 另外一个是预设的值 如果说 dictionary有存在这个key 那它就会回传这个key的value 如果它不存在这个key 就把这个key 加进dictionary里面 把这个key里面的值 设成这个default value 好 用刚刚history这个a h h 它a呢它是 只出现一次而已 所以a是1 那你把h 印出来 a只有1而已 get 这个get是 我把这个key a 丢进去看看key有没有存在 key有存在 所以它是1 那如果这个a key没存在 它就是0 c呢 这个a它原本只有a 帮好1而已 所以它的key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这个c 所以呢 我们给它0 那它会传是0